其实很简单,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,香港的事务是中国的来政, 任何人士都不能够指手画脚,也都不能够干预我们内部的运作, 过去这几年大家看到香港的情况, 亦都可以看到在外国的势力有无形之手插下来, 经过国安法完善选举加上现在出了清单之后, 希望外国势力就不要再去在香港伸出黑手去处理, 令到我们香港市民是安居乐业,令到我们是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发展我们的民生, 也都不应该借香港来去搞乱中央的治权, 香港很清楚是一国两制之下是中国的内政, 我觉得明确表示中国的立场给外国看, 这个我觉得是适当的做法。